欢迎订阅明镜 什么呈现翻盘的结果 这是因为马英九一路护航吗 关键的录音我们稍后播放 马总统轮回大巨蛋的最大门神吗 来看昨天的台北市议会的场景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全员出席 全面动员 要给柯文哲震撼枪 有人不喜啊 那么首度的市政报告 在国民党市议员群起包围的中共之下 现在也看得出来 台北市议员在国民党也学会 16年来第一次学会当在野党 当然昨天关心除了三亿男之外 还有大巨蛋拆还是不拆 我们刚刚开场为你讲了安检的问题 其实大巨蛋的第三阶段 第三次的议约会议 所谓的零营运权利金 这个关键性的录音 描述的是马英九总统跟赵腾雄 早就瞧好了 录音党的内容 今天我们要完整的播放 同时要看的是 这是93年的9月23号 所谓的瞧好意味着什么 大巨蛋的免权利金 在议约的过程当中 逐字逐句揭发出这一段 关键录音的重要人士 今天他来到我们的现场 这段录音到底代表什么 代表徒利吗 代表马总统就是大巨蛋的 最大门神吗 观众朋友 其实从焦九 从包括美和市到大巨蛋 这是不是一路上都有门神 马总统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现在三亿说换三创 三创的门神 今天也呼之溢出了 八年来 十六年来 马好十六年来 马总统担任市长扮演什么角色 包括李树德 又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弊案新市政 今天我们看到 游义来到我们现场 互数志工 他们今天去控告 马总统涉及弊案 整个报告即将要出炉 同时 为什么柯文哲说 大巨蛋的安检不过 他考虑就要拆了 这是游义 今天前往控告马总统的画面 柯文哲要怎么做决定 同时今天还惊爆市府内有鬼 这个鬼呢 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这群人说引导柯市长要做出错误的决策 让未来的远雄是可以去求场的 是否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真的吗 目前形势到底是什么 关键的逃生 包括疏散的问题 关键性人物台北市副市长林青荣 明天进行报告 他要以模拟动画来说明 当然可以看得出来 安检没有过关 远雄团队明天首度 现真在三立新台湾加油 因为整个商办为大巨蛋的逃生模拟 宣告失败之后 远雄能够接受这样的结果 未来会不会有法律诉讼问题呢 远雄要怎么去迎战 明天他们会出席在新台湾加油 跟所有的来宾面对面 好 柯文哲认为目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难过关 只不过马市长八年来大家都要问 你留下什么 留下了很多避验吗 接下来要检视八年来的总统 会带给台湾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在我们录影的同时 明星上今天提名蔡英文参选总统 蔡英文立即宣布参选总统的一个声明 国民党呢 现在呢 国民党态势又是什么 王金平挺王人士说 王金平未来不会给所有的民众失望 趋势民调 看得出来蔡英文跟王金平的差距 是在所有国民党人士里头最少的 但是联合报今天的民调里头又说 蔡英文跟朱立伦的差距正在缩小当中 只剩下8%而已 到底2016台湾真的需要变天吗 真的需要政党轮廷啊 来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来到我们现场 来首先为你介绍资深媒体的周宇寇 大家好 以及民进党基地包围黄卫哲 主人好 大家好 好 政治评论员王定宇 小军 大家好 好 资深媒体人带来第一手资料 欢迎徐青皇 小军好 大家好 从法律的观点 为我们抽丝剥茧 重量级的立法人继国栋大哥 主持人相信大家好 好 加雅这一位非常谢谢他 总是挖出更内幕的机密档案 欢迎台北十一位李清文大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松烟护树志工团 召集人由于来到我们现场 大家好 欢迎律师郑文龙 大家好 郑律师非常关键性的角色 我们稍后一一为您请教他 首先从第一则报道来看起 北市府前朝有没有图立 远雄大巨蛋 怀孕2004年最后一次会议录音党 真相逐渐浮出台面 因为这是重大意义啊 所以我们特别有这个 远雄的总盛党 跟盛党和亲自见面 然后做一些这个 这个沟通之后 大家有个共识 达成什么共识 前财政局长李树德 除了证实马市长 曾害远雄总座赵腾雄 在2004年9月20号 私下见过面 更爆出这场决议内容 左右大巨蛋议约 将大巨蛋营运权利金 一笔勾销 市府一毛不拿 第二点营运权利金 不要说一次牛或两次皮 所以市政府也不利 对他们也不利 所以我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 府里面的高层认为说 这个就干脆的 这个不够用 这个交给连政委会去处理吧 这个不是我在决定的 我现在人在海外 谢谢啊 谢谢 面对质疑李树德 以人在海外为由 不回应远雄也不表态 但铁针针证据摆在眼前 马总统究竟是不是幕后操盘手 有没有其他政治交换 应该说清楚给交代 台湾加油 民进党加油 县市首长排排站 包括高雄市长陈菊 台南市长赖清德 都现身相挺 小小的会议室大爆满 超过30家媒体人几人 包括国际媒体也到期见证 民进党更高规格线上直播 抢在国民党之前 民进党2016就战斗未至 我抢起了2012年办前的那一夜 现场有很多年轻人 掉下他们的眼泪 我拼的命 也要把内际眼泪 转换成笑容 好 整个商办 围着大巨蛋 逃生模拟失败 等于说呈现翻盘了 明天见真章 我请教王帝你 为什么会走到 今天这样的局面 过去这16年 不管是在大巨蛋或三创 我们看到政府 没有站在人民那一边 政府站在财团那一边 该把关的不把关 不能放水的拼命放水 放到最后连人命都不顾了 今天我看柯文哲讲的 回答咨询讲的一句话 讲的不错 你关山勾结到这种程度 等于出败台北市民的人命财产 你知道这明天即将公布的 大巨蛋的安全报告 现在听说外面已经有人看到一部分了 那明天公布这个报告 安全比任何赚不赚钱更重要 如果它不安全 当大巨蛋就要面对被拆的危机 所以明天大概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台北市政府 目前的体检的小组 还多了两个府外委员 这五个府外委员里面 有两个是日本籍的专业的技师 所有的模拟影片 都拿到日本去做模拟 那模拟结果怎么样了呢 大家看这个大巨蛋这里 大巨蛋如果发生意外 火灾等等 要赶快疏散 最难跑掉是第四层 第四层是观众 第四层的观众 在模拟影片里面发现 没有办法在26分钟41秒 疏散完毕 而26分41秒 是远雄自己说可以的 可模拟出来根本跑不掉 发生事情上面那第四层 看台的观众跑不掉 第二个巨蛋 日本专家讲说全世界巨蛋都是独立建筑物 只有台湾的巨蛋旁边盖满了建筑物 有电影 饭店 商场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的形形下 原来远雄估计的人数是这边的四万人 你外面这边逛街的 最多可以到11万到15万左右 这边的估算 盖满了建筑物 跑又跑不掉 而且跑还要利用这个中校东路 利用地下道 还要利用孙文纪念馆这边来做疏散的空间 这个在疏散上是很大的困难 第三个 本来九万六千坪 暴增到15万坪 而这15万坪周边商场使用的人 密集的程度也不利疏散 另外还有两个很严重的 就是看台的最内位 我们看电影 那个第九排第十排大概是最中间 我们法律有规定 从中间位置到最近的逃生门 距离不得低于多少是有规定的 他们体检报告里面 大巨蛋的中间位置到逃生门的位置 根本远远超过可以许可的安全距离 还有一个是 我觉得这最要求的 整个大巨蛋 他挖一个地下室在下面 那发生事情的话 烟会往上走 人要往下走 他整个排烟 排那个火灾的浓烟的管道 跟人要往下逃生跑的路径 是重叠的 那就是你要走的时候 一尊浓烟是从下面串到你这个逃生口 他并没有分开 想要逃生的人不止速度会减慢 整个大家都会呛伤 所以远雄这整个安全 没有办法说服专家 电脑模拟也不能过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如果我们看到这两天揭露的录音带 李树德连这个开发权力金都不要 是上面指示的 而且很明显 李树德被指明来当这一个召集人 是马英九清点的 而他讲说服务里面有先沟通 远雄在面对真神委员会之前 跟市政府比李树德还要高的人沟通 那个人是谁 然后市长有做政策指示 这跟马英九说他都不了解 又不一样 然后呢 马英九除了指定了 指定了李树德当召集人 事前会前会 把该让利的都让给远雄了 这样还不够 他还怕委员会有捣蛋分子 所以马英九的亲笔签名 让这整个真神委员会 马英九控制了三分之二 据所有的意见 他自己还填了这几个 填了李建宗刘中龙 还提了杨中和 然后加上府内的局长 整个真神委员会滴水不漏 每次开会 我上次算过了 每次开会 马英九可以控制的真神委员 至少出席十个 最多出席十二个 也就是会议结果也在手上 召集人是他的人 事前也做政策的指示 然后呢 真神委员也都他清点 他现在一推二五六 这个把所有性命安全 都推到一旁去了 马英九 你把大巨蛋圆圆的淡在这里 旁边都是空间 变成挪动到这边来 然后让他可以盖商场 本来还要盖住宅 然后这边让他盖办公大楼 盖旅社 盖影城 这一切的作为 都是马英九 作为远雄的最大恩客 最大的乔市者 就是马英九 除了马英九以外 我们现在愤怒来自于 这十六年 他有一个市长叫郝龙斌 三创园区是市政府 要委托给人家的 据监台北市议员揭露 郝龙斌卸任以后 竟然叫他前那个财政局长 那个陈寅龙 去转任 鸿海那个三创园区里面 专门提那个共农计划 之前秘书处的官员 也跑到鸿海那边去上班 然后鸿海的主建物跟副建物 在法令的解释给你 所以这边再搭配 上次庆元兄讲的 一天就可以把安全报告赶出来 有叶士文当门神 有市长当门神 市长指定的召集人 还奉承上议 真审委员又清点超过三分之二 然后做出来的事情是 夺裁害命的政策 这两任市长 市长不用讲话吗 过去这十六年的台北市议会 作为监督单位 没有责任吗 我觉得明天的 安全报告应该是整个 算十六年总账的开始而已 其实不是结束 来 全面的一个翻转账的结果 我请教是李清元大哥 远雄所提出的安全疏散计划 站得住脚吗 好 我们要看 这一份叫 大巨蛋安全总体检的全面公开 这谁公开的 是远雄透过一下杂志 不是用广告的模式 用报道的方式 等于是置入行销 他说我们的安全是非常 这个可以进得去考验的 然后他这里面特别提到说 他说在民国一百年 这个针对大巨蛋的逃生规划 获得台湾建筑中心召开 并通过性能设计的评定 记住哦 他下面写 并继续于当年六月 取得内政部建筑防火 避难性能设计计计划 认可通知书 他说该单位是国家最高审查单位 所以他认为说 经过审查了 安全无余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台湾建筑中心 内政部当时营建署署长是谁 叫叶士文 就是在通过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认可通知书的时候 署长叫叶士文 那叶士文呢 在没有当署长之前 他是内政部建筑研究所的 主任秘书 那内政部建筑研究所 就是这个所谓的 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的 一个上面的指导单位 好 那叶士文呢 在没有当署长之前 他也是台湾建筑中心的 这个董事 他当一个董事 所以基本上来讲 叶士文要想护航的话 那可以一路护航到底 那重点是 他刚刚讲说 明哥一百年通过这个 这个这个评定书啊 我台湾建筑中心 然后紧接着送内政部去审啊 那各位看看 评定书什么时候通过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 大巨蛋 建筑物防火避难性能 设计评定书 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 所评定的 评定的日期什么时候 请各位看一看 下面写得很清楚 民国一百年六月二十七日 那由巨江防火科技公司 来负责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安全的 这样的一个评定的 好 那六二十七号 各位看看 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 在什么时候发文给内政部啊 各位看 发文日期 也是写一百年六月二十七号 他当天发文哦 当天发文哦 那再看 内政部有没有审查啊 完全没有审查 因为内政部 发给了一个 叫做 内政部建筑物防火避难性能 设计计划 任可通知书 发文日期 中华民国一百年六月二十七号 完全同一天 作业 各位内政部做了什么审查呀 内文啊 全部都是照钞 没有改任何的东西 好 那我今天特别查证 我们台北市建管处 什么时候收到这个东西 跟各位报告 六月二十八号 隔一天 隔一天 然后台北市 有没有再进一步 去做审核呢 没有 因为隔天 六月二十九号 就发给远雄建筑指照 为什么要这么急啊 因为议会当时通通过 如果没有在一百年七月一号前 拿到建造的话 就要跟远雄终止合约 所以你看看 全部从台湾建筑中心 一路护航到内政部 护航到台北市建管处 然后给它核发 这样所评定出来的 他能告诉我 是属于啊 说没有问题 逃生没有问题 规划没有问题吗 所以我们觉得说啊 这个事情让我们觉得 非常起人疑动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整个远雄的大巨蛋 我们来看 我们也讲过 全世界的巨蛋 它基本上来讲 基本上是独立的 周遭不太会有 其他的建筑物啊 跟它挂在一起 千张挂面 可是呢 我们如果看到这一张的话 就很清楚了 整个大巨蛋 在靠近光沐南路 建国 那个宗教东路口的地方 它全部啊 用所谓的商场 整个把它 根本就是你连我 我连你挂在一起 后面的隐城 还有一点区隔 还有道路做区隔 所以隐城的部分 没有跟大巨蛋连在一起 可是整个商场啊 一一带水 全部都跟大巨蛋挂在一起 现在目前啊 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逃生安全规划里面 最严重的就是这商场 它如果运作的话 就严重阻碍我们大巨蛋 未来的人员的疏散 它一定会严重的阻碍 那我们就不团 远雄的安全疏散 它的计划是怎么说的 远雄的安全计划里面啊 最比较严重在哪里呢 就是说 这个评定书 为什么能够通过呢 因为啊 这个评定书里面啊 它申请了一堆免试用的条文 也就是说免试用什么呢 免试用 我们所谓的这个 建筑物防火避难性能设计计 计划书的申请任何要点啊 来免试用 我们很多的建筑技术规则里面 所要求的东西 它免试用什么呢 避难层开向屋外出入口的总宽度 免试用 因为我宽度不符嘛 所以免试用 好 避难层以外楼层出入口的总宽度 因为宽度不符 所以免试用 还有一个 到达 就是我人员在里面 我到达楼梯的步行距离 因为这逃生距离距离嘛 是 它说距离也免试用 然后还有 直通楼梯的总宽度 也免试用 屋顶避难平台 平台 因为它没有屋顶嘛 所以免试用 那这里面啊 你这边我插一句话就好了 是 它现在所有免试用 什么叫免试用 刚好是这一次安检小组查出来 全部都是问题 对 人说该讲 你为什么说 坐在里面的座位 到安全逃生口的距离免试用 对 那边座的人不用逃生啊 对 没错 那个有规范哦 就那个时候的夜市文 那个时候的台北市 让它免试用免试用 而那些都是安全的重点 是 他怎么免试用 一天就让它过关了 那个问题很大 那我特别强调一下 你看看哦 我光讲这个 你就知道多严重 一个叫 到达直通楼梯的步行距离 这是逃生距离嘛 法定是30公尺 可是呢 它地下三层 地下两层 地上两层 地上三层 竟然啊 要到达101公尺 到125公尺 也就是说 我原来30公尺 就可以到 到那个楼梯了 可以逃生了 结果呢 我要跑125公尺 那对不起 如果你跑错方向的话 可能你要跑200多公尺 看你跑对方向 跑错方向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 通通让它免试用 那当然嘛 你通通都免试用的话 你当然就通通都可以合格的嘛 通通都过关了 所以它基本上来讲 就是消逐逝离 反正呢 我通通让你免试用 只要不符合定 我让你免试用 做了一个附带决议 这个附带决议 我想请问 远熊未来营运做得到吗 他讲了 A栋的文化城 B栋的商场 还有包括 大巨蛋的附属设施 还有包括 办公大楼的 所有的零售业商场 他说啊 不得作为 书店或家具店等 高发热量常所使用 那我请问你 远熊未来做得到吗 文化城不卖书可能吗 然后你这里面 不卖服饰可能吗 不卖家具 你说也许有可能啦 可是不卖服饰可能吗 他这些都是 高发热量的场所 等于未来远熊啊 光这一点的话 我敢说啊 一定是啊 一定是会严重的违规 所以啊 这里面我觉得啊 这样的东西的话 那他刚刚讲 疏散的实现 我要特别强调哦 是远熊他们提出的计划 是几分钟之内 疏散的数字里头 基本上来讲 他希望八分钟啊 他真的办不到吗 人员就要离开 离开他的座位 八分钟啊 然后二十六分钟啊 二十六分钟 就要全部多 要全部走光 要舒散光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融流人数 你看到平静数里面 写融流人数哦 不是四万席哦 也不是四万五千席哦 他写融流 融是不是 球场部分 可以融流一万五千人 对 作息跟作息的部分 可以融流四万零九百六十二人 其实这里还没有加上 巨蛋里面的 平面层的商场部分 商场部分还可以融流六七千人 所以整个巨蛋里面啊 爆满就是六万人 请问他六万人 怎么样去舒散 我严重质疑啊 所以我在这里啊 可以几乎可以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 平静数出来了 过不了关 那过不了关怎么办呢 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 就是巨蛋里面 融流人数 未来可能要缩到 可能剩四万五千人 对 你超过就不行了 第二个呢 对不起 连着光复南路旁边的 所有的跟大巨蛋 连在一起的商场 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 全部拆光 第二条路就是 以后不要做商场使用 通通进空 只能做人 人员啊 这个舒散使用 或者是属于啊 因为没有屋底避难层嘛 所以只能跑跑跑 跑到那个上 目前那个商场部分 在那边暂时避难 我想大概啊 可能是目前的结局啊 应该这样的话 才有办法把这一个蛋留下来 是 我们看到情势 其实非常非常复杂 我们为什么特别邀请到 郑文龙律师跟游易 到底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现场还包括几位 有非常特殊背景 像是徐清皇 然后包括黄伟哲 那么周一寇 还包括像季国栋大哥 其实我要让国人朋友听 因为长期来在追踪 追踪这些录音档案 其实如果像国民党的市议员 你可以像在昨天 在叮 柯文哲这么认真的话 那么机密档案 如果你们可以在 八年来 马英九市长 或是八年来 郝龙斌担任市长时 你们让这些机密档案 在16年前都可以一一曝光的话 会走到今天这个场面吗 很不好意思 远雄某一种程度 会不会也是无辜的 因为约签在这个地方 谁图立他 谁涉及放水呢 今天风传媒 已经有一个标题出来 要蛋还是要商场 特别是政府要求远雄 缩减园区人数 你们看到 这个就是回应刚刚李清明大哥 一针见血所点出的问题 六万人枪声地震 发生任何的风吹草动 你觉得在里头的人 不会乱吗 不会发生意外吗 可是为什么演变至此 一路上真的都是有门神吗 听听看这个关键性的录音 难道就是因为一路上 有马英九这个最大的门神 所以导致今天这个局面吗 听听看这个时间点 因为怀远大巨蛋 在第三阶段 第三次议约的录音档 当时前财政局长李树德 咱们亲口证实 马英九总统跟赵腾雄董事长 在2004 9月20号 已经先开过一场神秘的协商了 而且私下做出 零淫欲权利金的结论 听听看关键录音 所以上次四个议题 我来说比较快了 我想第一个 就是原来我们甲方建议条文 经过协商之后 乙方呢 也认为就是说 等于是要照我们甲方的意见来做处理 但是我是在确认 看看乙方还是理解 就是他给我们的资料 最右边的那个 原来我想这个 直送的过程 我也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个加拿来业务 还在我们回到这个情绪委去 加拿来在执行的过程之中 大家了解这个原因 有这个过程 我们所主张的重点是什么 民放所关系的重点是什么 大家以后就是这个 暗的判定 加拿来业务运作会比较方便 不要换一个人 换一个单位 可能就搞不清楚 有怎么样 不会有困扰 所以再强调一遍 我们是认为 我们是比较强调程序的任意 那实质的内容 加拿来签约之后 乙方就有这个权 做后续的这些 都市就要变更的事情 所以这里我们等于是 当作一个协助事项 所以乙方也了解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原来的条文 只是增加几个字 我想这里就是乙方 已经什么什么或 办理都市就要变更 这应该是几个字 看看我们距离 我从来就一见没有 不是乙方也就一见没有 没有 9月20号协商的一个结论 我自己讲的 这个协商主要是 因为这是重大意义 所以我们特别有 这个原秀的董事党 跟市党亲自见面 然后做一些这个过程之后 大家有个共识 来我请教是 这个郑隆律师 这样的一个录音档 所揭露 马英九总统跟赵腾雄 早就瞧好了 经由李树德转述 这算不算图例 你怎么看 我们在查这个案子的过程 那我都认为说 你要本着 勿忘勿重的态度 你不能去冤枉好了 但是你也不要放纵 那些为恶的人 那我们在查案的过程 就是你要指控人 一定要有凭有据 所以为什么像美和事 已经公布了一两个月 我们这个小组 还是没有急着要公布 我们认为这个侦办的过程 调查的过程应该是按部就班 所以我们就先去把所有 当初议议的会议记录公文 甚至我们知道有这个录音档 我们就全部把它拿来听 然后看这个翻译 那当然我们在还没有 正式调查报告之前 我当然就比较不去讲这个话 所以最近一两个月我就比较没有上媒体节目 是希望说这个过程 我们先把它弄清楚 但是我们我前几天有发现 这个好像一两个礼拜之前 之前我们这个合约跟 他签的这个炒约 公告内容 还有签约的这个会议记录 我们在连政委员会都有要求要 这个公开给大众 那后来我就发现一两个礼拜前 媒体已经有拿到这个录音的文字档 大概有提一下前例 但是我发现也没去注意到说 9月20号跟马英九 赵成雄跟马英九见面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在查这个案子的过程 我就是要拿有评有据的直接证据 这一段是郑律师您逐字逐句听出来的 我想那一个过程大概已经公布了 只是这个关键点 大概外界我看好像没去注意到 为什么因为我们查了过程 我们知道什么是重点 什么是关键证据 你没有关键证据 你去讲一些推论 我想两边就变口水战 不需要 那我发现连公布之后 这一点也被忽略掉了 所以大概我就特别再去听一段 这个录音带 我就发现确定 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个合约的条文 我一直看不懂 就是说 这一次是第三阶段的 第三次会议 会议 9月23号 93年的9月23号的会议 结论是无权利坚 那我在看前面的 一页过程 都有权利坚 我在想说 哪里出了问题 我看了前面的八次的一页的记录 全部都是要权利坚 我秀一个资料 可能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他本来就是都是要权利坚 像这个第八月五号的第三阶的 这个第六次的 第二阶段的第六次会议 严雄自己还提一个草案 是说要税后 股东潜利报酬达到10%以上 要弥补亏损后将营移提拨 税后千分之一给甲方 给市政府 所以在这个9月23号之前 严雄也知道说 最起码我要再给你千分之一 那我们看一下 这到后面就变得没有权利坚 我们才听到说 原来在这个会议之后 这个9月23号之前的三天 9月20号 然后跟前面的会议 连不起了 9月23号没有这个会议 就听到说是 李素德亲口讲 我想刚刚大家就听到了 9月24号 因为认为是重要事项 所以由市长跟赵成雄亲自见面 然后敲定这些事情 权利坚就不用不用了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是一个重大 伤害这个市政权利 跟政府资产的一个 不法的决策 我想这个离土利是相当明确的 所以我知道这个资料之后 我马上就知道 叫市政府这个资料保存起来 当时的录音档 还有这个会议资料 要先留下来 那这个发展到现在 就说这一点其实是最关键的 那也是我在查案件过程 我想要拿到的资料 我终于拿到了 因为你虽然看结果是 很离谱 我大概调查报告已经写了几点 其实不止这一点 但是今天没那么多时间 你说不法的不止这一点 不止这一点 那这一点的损失在哪里 如果是你确定它道道地地 是个土利的话 损失可以看得出来 它现在是零 本来是要有权利金 变零权利金 我们的损失 可以知道大概是多少吗 金额吗 损失 我想最好抓是抓什么 因为这个大巨蛋 旁边整个 就是18公顷 旁边 它是 远雄是拿到10公顷的土利 旁边这个松烟文创 它的权利金是13亿 那远雄你拿的地更大 所以最起码从权利金 这一块小块来看 就土利13亿以上 这是一个重大违法的 乱纪的土利 我想这个市政 刚刚已经拨出来 明确的证据 好 大家会怀疑说 那权利金是一定要 还是不用 一定要 一定要 我秀资料给大家看 我们知道这种BOT案子 它会有一个公告 公告就是一个 游戏规则的公告 让所有的厂商 都可以照同样条件来申请 这个是当初在 92年的12月 30号的申请须知 申请须知 好 里面 它就讲到很清楚了 有一个2.7 权利金 这个案子是没有开发 权利金 但是它要有营运权利金 然后由申请人自行提出 按每年营业收入 百分比既收 它是要依照营业收入 百分子既收 那当然这个草案也 草业也是有规定 要营运权利金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因为法律上是有规范 你一定要洽举所谓的营运权利金 法律有规范在那个地方 而且远雄提的更小的说千分之一 不论说是营业额的百分之比 那个会议上 前面一个会议上 我有去听那个路易奈 李树德那时候还说要到百分之一到二十之间 你要提一个百分比 他说千分之几比较给人不好的印象 他还谈到说百分之二十 如果二十太高可以再下降一点 上一次的会议还谈到这个百分比 这次是全部没有 这个明显就是违反这个公告事项 那我跟各位再报告一下 促参法其实也有明定 所以马英九去做了9月20号 就你的赵腾雄代表什么 第一个你所有的真审委员都是假的 照理说这个程序要怎么来 是市府内有一个议业小组 提了一些意见之后 要透过真审委员做最终的决定 当然形式上要签到 决定之后签到市长去形式放批文出来 所以决策单位是从议业小组到真审委员会 你这个案子是马市长 那时候的马市长现在的马中龙 在9月20号 你就进来跟赵腾雄见面 下了指导旗 这绝对是违法的徒例 程序也违法 你真审委员会一开始假装说 我都是委员会 跟我都没关系 这个才穿你的马脚了吧 所以93年9月20 已经所谓已经定案了 做了定调了 对不对 那个定调之后 前面都是照没有权金 所以后面的都是完假的 然后你看 依照促申法 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 第11条 他就有规定说 主办机关跟民间机构 签订投资契约 因依个案特性 记载下列事项 这是应事项 第二款 权利金及费用的负担 法律明定 是 好 法律明定了 你公告也明定了 然后他们会说 我们这个一定会修 我们一约是可以改 抱歉 一约顶多就是文字修改而已 你权利内容 已经公告了 就是公告 对 你就不能变观 我们看那个施行续者 刚刚那个法案的施行续者 22条 他有讲到 主办机关跟民间机构 一本法 11条规定签订的投资契约 不得违反 言公告及招商文件 他有一段书 比如说公共利益等等 所以这个规范是非常清楚 而且在谈的会议的 你去听那个会议的内容 或看会议记录 其实府内的人也都很清楚 他是不能预约公告的 对 那不能违反 那是一定的 但是 好 今天刚刚那个 录音档 录音内容 对 很明确就是说 马英九去跟赵人熊 9月20号 见面 去免出全力金 这个已经明确的是 图利罪 明显的图利罪 明显的图利罪 你看 局里 这是他刚刚的录音档 府里同仁 还有没有意见 或乙方 还有没有什么意见 如果没有 我们就照 9月20号协商的结论 这个协商 因为是重大议题 所以我特别有 远雄 董事长与市长 亲自见面 做一些沟通之后 大家有个共识 就是这一段 非常关键性的 而且 他其实那一天 不只谈了全力金 还谈了一个更大的 更大 这个以后我再讲 所以 柯市长 你是说还有更大的 非法事件 柯市长 柯市长 一开始说 远雄没办法 因为他觉得 合法 但不合理 我要跟 柯市长说 你只讲对一半 远雄的案子 是不合法 也不合理 也不合法 违法图立的案子 是弊案 OK 你觉得是个弊案 来我想请教 是游易 你们现在 你对柯市长 在处理这个事情 你们今天还特地 还跑了连政署 对不对 我这边要强调的是 因为郑文荣 他是在目前 台北市政府 三名的廉政委员 临选当中 他是关键性的人物 因为就是他 一字一句 逐字逐句 去听出这一段 非常关键性的录音 原来 李树德转述 这段录音 就是郑文荣 他是三名的廉政委员 这是包括了 洪志坤 还有袁秀慧 那么三名的廉政委员 在负责大巨蛋当中 逐字逐句 听出这一段 意味着什么 马一九总统 俨然 是不是就是 整个最大的门省呢 那游宜怎么看 这样的一个发展 包括你们今天 还跑了一趟 廉政署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 去年六月 已经有去过廉政署 那我们今天 再去补一些 新的资料给他们 因为从去年 去年六月 我们去廉政署之后 他们连约谈 我都没有过 对 然后也没有看到 任何的动作 然后甚至在之前 前一阵子 还发了一个声明稿 说查无不法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 我们最近拿到的一些 比较关键的资料 一部分 先让他们去看 其实我们 其实刚刚证据师 也讲得很清楚 其实包括我们 从在97年开始 就一直谈这个 大巨蛋弊案的问题 甚至也让监察院 进行纠正 或是其他的东西 然后可是 郝隆斌一直没有处理 然后我们后来 他没处理 我们就去告地检署 告调查局 那地检署调查局 当时大家也都知道 有追查的过程 也查到有不明的资金往来 可是他们没有继续往下追 所以我们今天到廉政署 其实我们就是在骂一件事情 你今天检调单位 我们已经相关市政 送给你们了 然后今天我们 所拿出来的所有的资料 都在市政府里面 你们检调单位 有没有去查过这件事情 包括录音档 这些录音档 本来就都在市政府里 你们为什么 从来不去搜索 或是从来不去调查 然后要等到柯市长出来 公开透明相关资料 自己直接公开了 以后你们 你们也都还没动作 还是我们小市民 大家帮忙听录音档 或是整理这些东西 然后现在整理一份给你们 你们如果司法单位再不去处理 我觉得真的台湾的司法单位 也真的是没救了 因为监察院的招牌 也被大巨蛋拆了 纠正以后五年没有结果 也不纠结 也不弹劾 你这些地检署的这些检调单位 查到东西有钱你也不去追 然后还叫我们市民自己举证 所以现在大概是连政署 如果连政署也不做的话 我真的觉得这些司法单位 那你看这些公文录音 你也认为这道道地地是个弊案 这绝对是一个弊案 那未来这个处理方式 您自己的建议能觉得呢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一些新闻的报导内容 其实我们觉得还蛮难过的就是 其实这个案子已经非常明确的 弊案的资料已经完全是 几乎是成型了 那这个社会舆论或是全台湾的人民也都知道 可是市政府里面却一直有一个力量 想办法再扭转这一个东西 包括其实我们都明知道 它既然已经是一个自使违法的弊案 那为什么你要去把这一个弊案的这些真点 去转移到所谓的案件 或是你为什么现在远雄已经实质违约 工程延宕的状况下 你要用一个安检来帮这一个巨蛋 也许有可能做一个解套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今天苹果也有报啊 这些安检的过程里面 远雄已经事先知道市政府的安检结果 所以才会刚刚那个李议员 刚刚秀出来的那个广告 是完全是在回应市政府的 这个安检调查结果 因为昨天记者朋友打电话来问我 我也觉得很好奇 然后后来今天看到报道说 你说远雄对台北市政府的作业状况 完全是辽弱执掌 辽弱执掌全面掌握 所以到底是哪一些鬼 把这一些市政府现在在做的安检结果 先让远雄知道 让远雄可以去进行回应 我们觉得林青鸿副市长 要出来说明啊 你不能像报道里面讲的说 你不回应啊 我觉得你要回应 你不要学马英九 被人家打到报了 然后说我现在个案不回应 你应该要讲清楚 到底你们这些安检资料 是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我们本身也没有 我们只有去参加还评的时候 有拿到还评的过程 4月7号还评的远雄的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事实上 也都被还评委员骂到爆 对所以 可是如果以安检逃生疏散 认为这个东西 其实最后是失败的话 你觉得跟弊案 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主轴 其实弊案已经是一个确立的东西 可是安检它的必要性 其实跟我们现在要不要拆单 是完全两回事 因为现在它既然已经是个弊案 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 让远雄继续去执行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远雄施工延档 我们已经可以解约 而且我们已经有请 张胜贵律师帮忙分析过相关的资料 远雄施工延档 去年6月底就应该完工 然后市政府 好龙斌卸任前延到去年年底 然后柯市长在他就任三个月后 才发了限期改善公文 又给他三个月 前后加起来一年 你今天施工严重延档 我们其实全部离离扣扣 加起来给了你将近一年的时间 你如果还没有盖好 我跟你解约是刚好而已 我今天跟你解约 然后把这个有问题的弊弹 整个都拆掉 我也不用跟你买 因为现在那里整个地层下线 包括其实我们已经收到讯息 这个弹 我希望赶快去查 市政府赶快去查 已经有一些远雄里面的工程单位 私底下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一颗弹已经开始倾斜了 因为地层下线 连弹的主体都倾斜 这个要赶快去进行调查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 其实应该用最单纯的方式 走解约的路线 因为我们现在解约也不用赔钱 也不用跟他收买 现在就直接可以叫他吞回去 把这块地还给我们 可是你看这两天 这些新闻报道里面 包括今天风传本也出了 市政府握有上方保健 他说的上方保健是什么 不可抗力的因素 不可抗力因素 你为什么要提这一条 因为如果市政府用所谓的 不可抗力因素 去跟远雄节约 远雄可以跟市政府求偿 可是问题是 现在是远雄自己 我们解约不用赔钱 为什么会有人要想办法 帮他找这个开这个路 或是现在刚刚小军姐 秀出来的那一个 你要商场还是要蛋 要蛋还是要商场 要蛋还是要商场 我们现在可以连蛋都不要 因为它就是个弊案 你为什么还要去跟他 谈这个蛋要怎么盖 要不要缩减多少的位置 还是要拆掉多少商场 你应该叫他全拆 因为他是用一个 不合法的手段 取得这一个标案 所以我们为什么 今天要去连政署 我们今天去连政署 告的是所有的真审委员 还有这些所有的工作小组 以及这些议约小组的 所有的成员 你们明知道远雄 用商业住宅来投标 是违反公告内容 是一个不合格的标案 你为什么会同意他得标 所以刚刚在录音档里面 也有一段很关键 包括李树德一直在讲 协助变更都市计划 这件事情 因为商务住宅 不在都市计划里 对 就是这个部分 对他叫上游馆 所以他现在 远雄来投标的时候 已经明知道是一个违法的东西 那为什么你们 所有的真审委员会会同意 然后你们李树德 或是你们马英九 你们明知道这样的内容 你为什么在9月20号 你们在面谈的时候 你们还会同意 帮他做都市计划变更 我觉得这个部分 检调单位应该 尽速地去追查 然后这已经是一个必要 我拜托科市长 拜托的 我们不要让台北有一个安全的弊弹 是 来 周姐来 因为这个关于 9月20号 马英九总统跟赵腾雄密会 其实是一个关键的证据 因为9月大概在1号的时候 是第三阶段第二次会议 签约会议 然后经过了9月20号的聚会之后 刚才这个郑律师说了 9月23号第三阶段 第三次会议就零权利金 9月1号的时候 还要千分之一的权利金 其实郑文龙律师 他们非常的认真 我这边有一份 就是你们写的很简单的 法律的意见书 就大巨蛋案 刚才他讲的部分 都在这里面 所以我已经把它 公布在美丽岛电子报 然后传给总统府 因为总统府 刚才发了一则消息 由陈以信发言人 说叫大家拿出证据 就是说关于 土利大巨蛋的部分 零权利金 也就是针对 今天自由时报的报道 所以证据都在这里 而且刚才所播的 这个李树德的录音 可以显示是如此 非常清楚 我今天看到 这个法律意见书 我对于 这个联政委员会的功等 今天是正面的 觉得绝对的 80分以上 如果你们继续的 把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 法律意见书 把它集合起来之后 用非常浅显硬动的方式 来放到网站上 告诉大家 那这个在追踪 土利或是犯法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今天还要真的 先谢谢郑文龙 这个律师 跟他们这个团队 这个法律意见书写的 就是这个精神 这个马英九所涉及的部分 所以总统马英九先生 你想知道证据吗 有录音档 还有在这个 李树德 在第三阶段 第二次会议当中 刚才我们曾经讲过的 这一段 有没有 就是到9月1号为止 他们要给千分之一 给市府的这个权利金 其实当时还是共事的 对不对 李树德是在6月的时候 奉马英九总统之命 担任这个签约的主谈人 到9月1号 第三阶段 第二次会议 我们光讲权利金好了 那个时候还要千分之一 而且是共事 到了9月23号 第三次会议的时候呢 结果你看 第三阶段 第三次议约会议 李树德于会议上 明白表示 这个是有录音档的 陈颖姓发言人 马英九总统 金埔中前任秘书长 请你们看 这一段 这是我们从录音带里面 听出来的 就是郑文龙律师 听出来的 真了不起啊 我们这条就照 9月20号协商的结论 因为这是重大议题 所以特别有远 远熊 董事长 跟市长亲自见面 做一些沟通之后 大家有共事 然后谈到 营运权利金的时候 李树德表示 府里的高层 认为干脆 这个部分就不提 他们不提 他不提 我们也不要求 回到都省的程序处理 这个整个法律意见书 把所有的证据 呈现在这里 然后告诉这个 李树德跟马英九总统 你们是违法图利 对不对 而且他避过应有的行政流程 去跟远熊集团董事长 赵腾熊见面 这就是证据 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 跟相关的报道 还有这个头版也有报道 法律见解书就在这里 其实人家廉政委员会的 这些委员是客气了 这只是小菜对不对 还有大菜在后面 是 换句话讲 还有更大的违访 我对于今天总统府的这个回答 他们的草率 你看他 呼吸拿出证据来 不是他就拿出证据 而且一看这是 刚刚当然他的所谓的证 因为他没有直接证据 他就是这样李树德去咬他嘛 对不对 可是他说 有远熊的董事长 跟市长见面 市长总叫马英九吧 那个市长不叫别人 不叫外星人市长 你为什么说 总统府回应是一种危险 为什么王定宇 郑文龙律师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法律人 嗯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把这一段公布出来了 他们可以算购 我不想呼吁马英九 或者郝龙命这些人的 他们会听 过去16年都听了 检察官你不能再睡了 因为是已经揭露了 9月20号有一个会前会 那里面参与的人 我相信不会超过五个 五个以内 马英九现在叫陈以信 先呼吁一下 你们拿证据出来 那他后面要急着处于什么事情 他已经是被抓到的 潜藏性的被告 他现在是总统位置保着他 他现在权力 是全台湾权力最大的人 他在一年多后会变成被告 他现在会做什么事情 检察官应该赶快去拱固证据 李树德应该先把他抓进来问 他跑出去了 问完了 他不是叫做跑出去了 他现在在国外 现在有问题 9月20号这个会 到底有哪些人 这些人的证词 检察官应该先巩固证词之后 你才能等明年520马英九下台之后 10点交接 11点进馆 开始问他 因为9月20号这个会前会 赵腾雄在 你现在不赶快保存证据的话 你到现在全台湾 谁最能够威胁马英九 赵腾雄 赵腾雄可以勒索啊 赵腾雄说 赵腾雄即将要出书 对 赵腾雄说 我吐你口水你就死了 那现在我那个 何一住宅案要怎么办啊 我现在什么事情要怎么办啊 我们让一个 已经被起诉的被告 可以威胁我们用选票 选出来的总统 这国家何其危险 他可以威胁 现在赵腾雄给他开个记者会说 对 马英九给我答应 那都忽调了 所以除了顶星过去 可能会威胁马总统之外 现在有另外一个财团 也可能威胁到马英九 顶星有这个影子嘛 那现在这个案子的金额 超过13亿以上 是一个重大案件 9月24号到9月23号的转折 又如此清晰可见 李素德的证据都被录音录下来了 他现在不把这些东西巩固下来 我要讲重一点 检察官你赌值哦 为什么清王你说不止13亿 那个价值更大 因为他面积更大 他不只是面积更大 因为正确的说法是说 他给他的可商业设施更多 他把它从30%变到60% 而且他可以经营的项目非常的多 所以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嘛 你看他这个地方 他有影城 他有旅馆 他有商场 然后他有办公大楼 他有这么多的设施 然后我们如果是参考周边 搜狗一年的营业额 然后跟附近的影城的营业额 这样的设施 其实一年可能 可能有上百亿的营收 所以他的营收 那上百亿的营收 假设就算你 营运权利金收一%就好了 一年就是一亿 所以50年下来就是50亿 所以他绝对不是 只有单纯的说 十几亿这样子 那只是比照松烟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在这么多层层的放水 因为其实我们都听 竹子稿听了一段时间 那层层放水完了之后 这样盖出来这样一颗蛋 我们很痛心几件事情 第一个 你根本没有考虑过市民的生命 这个逃生设施 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 然后你通通让它免试用 所以盖出了一个 会危害人民的一个建筑物 第二个 你们环平当初到底是什么做的 我们其实现在在谈的事情 一直都是逃生 但这颗蛋不是只有逃生的问题 它最严重是刚刚游一说的 下陷的问题 当初市议员去跟市政府体育局 调资料调不到 要调它的地层资料完全调不到 他不给 然后但是后来还好 就是科幣上来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资料了 所以我们发现很严重 为什么 沿着忠孝东路 然后光复南路这一排 你知道这边总共有一百个监测点 还有地层监测点 有超过五十五个 一百个监测点有超过五十五个 已经达到就是下陷四公分的 那个行动值 所谓行动值就是说 到这个值你应该要采取行动 避免它继续往下陷 你要马上停工 那可是你知道这个讯息被 我们既然从2011年到今年 已经被隐瞒了好几年 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人去公布这件事情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这附近的居民 其实是处在危险之中的 因为它不是只有影响这颗蛋 它影响这周边的房子 包括在光复南路的西侧这一侧 就华氏这一侧 这边有七个监测点 它也从而出现下陷的状况 也就是它影响范围 已经扩到周边去了 这么危险的事情 过去四年 竟然没有人告诉台北市市民 他们处在这种危险中 然后重点是 这么危险的环境 竟然是一层又一层放水出来的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很痛心的事情 第二个 我觉得很痛心的事情是 我们都知道 就我们刚刚看路易乃 已经看到 她说是一到九月二十号的时候 这个是由市长跟 那时候的马市长 跟远雄董事长赵腾雄 会谈出来的结果 但是这一份文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段话在这个地方 它说什么呢 清约之后 乙方有权 怎样做后续都市计划变更 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你知道所有的BOT案 跟连开案 都发生同样的状况 什么呢 前面的招标条件都超难 没有厂商想标 所以每次 我们常常看说 以前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如果远雄这么好赚 日盛生这么好赚 这些厂商如果那么好赚 为什么当初都只有一家来投标 后来我们发现 事实原来是这样子 前面一开始在招标的时候 条件都定得很难 包括每核市也是 得标后再改容机率 然后交九也是这样子 A7 林口合一住宅 八德合一住宅 每一个B案的招标时的公告文件 跟得标之后的预约文件 通通都不一样 马正福是在搞什么 然后重点是它是什么 它根本就是一个公式 前面用很难的条件 让你没有人想要来 只有一家来 来了之后就是这一句话 不断通过都市计划变工的方式 扩大你的容积率 扩大你的可商业范围 让你越做越多 到最后呢 变得非常的肥沃 然后原来这家厂商就得标了 后面很多厂商就会跟着在讲 如果你一看条件这么好 那我们都要来啊 为什么只有他一家而已呢 到最后你会发现 原来是从马市长 马总统 马总统在当马市长的时候开始 就建立这样的规则跟公式 然后一直延续到 好市长的时候 整整16年 台北市就是用这种方式 不断的在怎样 不断的在做土地厂商的事情 但这是我们觉得面对人民 他们没有办法交代的事情 我想请教这个 纪国栋大哥 这个郑文朗律师 你要补充是不是 我补充一点 你也说还有 会背后 还有更重大违法的一个部分 显然你所看到违法的部分 不是只有一个部分 这个应该 我从那个已经公告的 这个条文来看 我一开始看到那个 监察院的39点的 缺失的纠正案 我看一看 我在想他为什么会 搞这么多问题出来 那眼熊是图什么 我要补充是说 刚刚在讲这个巨蛋的安全的问题 可能那个逃生人数 四万人又加这个周边的商场 会不及逃生 是不是 刚刚议员有提到说 人数要减少 我跟你讲 眼熊一定很乐于减少 为什么你知道吗 大巨蛋里面 对 你要四万人 是招标公告规定的 你要三万就给你三万 你要两万就两万 大巨蛋不要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 你知道 商场保留就好了 他招这个案 就是要巨蛋嘛 巨蛋只是一个假装的票而已嘛 你说到最后给他是没有蛋啊 他只是经营商场的影城哦 所以我就在看他的条文 我看出没港嘛 所以我跟一开始 所以台北市政府里头真的有鬼 有人一直在错误引导 先不讲那个 他都错误的方向 我跟我们那个 这个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在辩论说 他就是要住宅嘛 对 好你从这个逻辑去看 整个条文就看通了啦 为什么你刚刚讲到说 为什么九月二十号要见面 所以定理说 我觉得这个要追就是 马总统你九月二十号 你的行程 你是跟谁 跟赵天雄见面在哪里 九十三年的 九月二十号的行程 这个应该也在市政府档案里面 可以查出来有谁陪同啊 对不对 我现在在问这个 他不见得有力 对对对 我觉得是总统府应该来说明 是这一块啊 对 人家已经抓到你九月二十号 对啊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事 你跟赵天雄谈了什么 我刚刚说 全力金免除 十三亿以上 其实这些是小菜 哦 他重要的菜 刚刚就有提到 他讲到啦 签约之后 乙方就有钱做后续都市变更的事情了 哦 他的美国就在这 然后你看哦 他第一次哦 议员会 他都隆隆 隆隆后把他要的同样拿出来 嗯哼 来你这个更为好不理 你花一点时间帮我们来整理一下 我请教祭国栋大哥 其实柯P昨天在台北市议会 他们在问他的时候 我觉得哈 这个显然 一路会这样子 为什么说 马英九 沦为这个事件可能是最大的门省 看文哲昨天说 这个五大必愿 这个不叫必愿 什么叫必愿 他说哈 财团像恶魔一样啊 可是我想请教是 财团如果像恶魔一样 为什么恶魔可以一再的存在 谁让恶魔一再的存在呢 来 国栋大哥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势发展 财团如果是恶魔的话 也是官员纵容出来的啦 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有安全之语 我讲的是大巨蛋 假设真的是有的话 名气可用 我就先讲结论好了 就干脆猜了 因为假设是一个弊端的话 那刚刚正律师讲的没有错啦 厂商本来想说 好你猜没关系啊 反正我几百亿我去求场嘛 对不起 假设这个是一个弊案的话 那你是很难求场的 就是说我们之前想说要把它拆掉 最大难题除了说 哇 已经盖得差不多了 很可惜 之前我还在想说 假设可以拆一半 做个改善 是不是以我们这一般人 台湾人比较轻轻的心态 说哦 骨头败的 卡住得很可笑 可是如果安全没办法解决 而且你本身有这个弊案 就是拆啦 没有第二条路啦 那第二点 这个刚刚庆云兄在讲 那拆会不会有法律的问题 不是 如果是弊案的话 它是没办法求场的啊 郑律师最了解 当然如果是 远雄不可能 如果你是本身的话 你觉得台北市政府 可必一定会赢 如果你是弊案 那当然是政府 就是说 当然之前的 那些共犯结构 要付什么针我不管 对 但是现在 现在就现在这个 这些人的立场上来讲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啦 如果要你输掉的话 就要跟之前 因为假设是弊案 是公务员跟厂商都有问题 你厂商也是共犯啊 那当然是 当然你本身 你就有责任啊 我觉得 这样对现在的政府来讲 我现在讲的是 现在科幣政府来讲 是相当有保障 它至少是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刚刚庆云兄在讲说 100年 那个内政部审查 所谓评定书 他一直讲说 免事用 我看一下 现在还像是屋顶免事用 屋顶本来就 没有 它六个地方 有六个地方免事用 只有屋顶合理啦 我听说只有屋顶可以免事用啦 其他的地方根本不能免事用 那更离谱的就是为什么 你审查只有一天呢 对 我在查一下当时 好有效率喔 当时是 第三点 当时前阵子 马总统接受平民媒体台湾的时候 还讲说 哎呀 细节不了解 然后还讲 总统我还骂说 你们这些张飞打岳飞 因为美和式细节 我是说美和式不了解 巨大我很关心啦 但我怎么不了解呢 现在显然假设啦 这录音 郑律师你们没有听错的话 没有听错啊 之前 我们的 这个市长 跟厂商见了面 我跟各位报告 这是犯了最大的禁忌 这是一个禁忌游戏 就已经跨越红线了 就说在任何一个工程 我看 这不用到 他有个习惯 富邦于是 不就是这样子吗 不用到最高层级啦 那为什么还要 向他拿证据 最基层的 相证实工程 一个小小的工程 要发包 没有拍定说 这个谁 不要动之前 你这个决策者 绝对不能跟厂商见面 这是什么现实啊 假设 假设真的是这样的话 是 那这样子是 真的是白口不变 可是白纸黑字呢 他等于是 他已经告诉你 对不对 如果没有 我们就照 九月二十号的协商 我在想 李树德 而且还特别把 董事长 李树德当时会不会知道 会有东窗事发 所以留这一手 等于说这个李树德 跟你说 OK 结果 是人家说的 没有啦 是这个 市长和原上见面的 这是李树德说的 说这没问题 没有啦 他是讲这句话 去施压给再帮其他人 没有我们就照九月二十号协商的结论 这个协商因为是重大议题 所以我们特别有远雄董事长跟市长 亲自见面做一些沟通之后 大家有共识 你看他们开会 所以呢 可是借委员他们开会好不避讳哦 这个签约所谈人 就这样子过来 他认为是机密档案 我告诉你 他不想 永远不会变成吧 我告诉你 他怎么会知道 不是不是 93年今年 这是几年前的录音 这个是最高机密 怎么可以讲呢 国动兄那边 我挑战你这个东西 他不是好在属下 不是 就是十二年前的录音 他没有想到十二年后的今天会曝光 他不想到后面有个科文者啦 你们都调不到 公文都调不到 怎么可能录音 你很厉害的 就像阿爸记的头盔一样的红线 就不能带出去 你还带出去 小军 比较严重啦 不能讲出去 三个事情 第一个 但是我等一下 你三个事情怎么样 第一个 你记不记得这些公文原来找不到了 说销毁了 对啊 你怎么确定现在没有销毁 你懂我意思吗 没有 马英九为什么敢做这件事情 事后又有事无恐 公文都销毁 后来是 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东西是 陈寅先生说 近来外界人士持续对马总统当年在台北市场任内 以各种不实指控 影射内有弊案 马总统从政以来一向清廉自持 一切施政均可以做外界检验 那个战线会突出来 那个不要再念 那个战线会突出来 他希望拿出证据来 小军 我想清楚 上个月的新闻而已 柯文只要掉这些东西的时候 公务体系都没有了 资料都销毁了 公务员也会怕 后来怎么爆回来的 大家回去Google查新闻 后来在官员自己 他说我们另外一个特别放的地方 我们又找回来的一部分 公务员不是笨蛋 你们吃香喝辣的叫我搭锥 到时候公文销毁了 办谁 你看到每盒子都办科长 办那个小小的官而已 所以这些公文 在原来的运作体系下 是已经尸骨无存 现在跑出来 跑到录音带 第二个 我还想想叶士文为什么敢 李素德为什么敢 这一个一天通过的安全检查 是民国一百年 那时候总统叫什么名字 马英九 李素德说 哎 府里面 大老板讲这个东西要给他过 我们不要再提了 老板是谁 是马英九 那真神委员为什么这么敢 这一路上都很敢 这些人 做了一些违反他们专业 违反风险 甚至于好关我自为之 那种都违反了一些 我们认为公务员 没人这么敢的 叶士文敢 李素德敢 可他后面一个老板 都是马英九 然后呢 出了事情以后 你看李素德 平步清云 现在当的官 那多好 叶士文出了事情以后 江仪化 江仪化 江仪化最听马英九的话 江仪化告诉那时候 李鸿源是怎么讲的 把他 他有问题 我不能告诉你什么原因 让他退休 一个贪官退休 还去 以吴志阳那里 当副县长 吴志阳县长不能连任 这其实很大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要对他那么好 为什么对一个 已经被举报 被监听 听到 拖喀望 特级的叶士文 行政院院长 应该是展立决 确定自己的威信 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 告诉内政部长 说我不能告诉你原因 你让他六月份走 然后隔一个月 就去桃园县 一个院侠次当副县长 我现在把这整个 兜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大老板 在后面的大老板 让李素德 让叶士文这些人 提着脑袋 敢做这种 土地财团的事情 前政局都出来了 可是他也保了 他们的安全 可是我要告诉这些人 东窗事发 抓到了 想要当污点证人的 赶快排队 我跟你讲真的 这些东西 是过去16年来 我们看不到的 我也不苛责 国民党事业 你们要不到 我觉得这个情绪里头 因为 远雄未必没有上方保健 远雄未必没有筹码 所以明天 他要上新台湾加油 那么首度公开 他们的一些想法 跟做反击 来 那韦哲兄怎么看 非常简单说 其实这样看起来 几位来宾讲 有几条线 第一个安检线 第二个是不可抗力 刚刚尤一讲说 不可抗力是上方保健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不可抗力的运输 这是上方保健 这是媒体说 他认为不是上方保健 他认为 这后台湾起今后可能 完全在误导科 对对 因为这个不可抗力 反而造成远雄 可以跟市府求偿 所以这个上方保健 搞不是展向市府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几个因素 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富邦并北市营的时候 那时候财政局长是谁 好像也是李树德 也是李树德 马英九有没有跟富邦 于是一人 有啊 那这次马英九 有没有跟这个远雄 这个所谓的协商见面 有啊 那见了面之后 好像就开始市政府 就这个割力赔款 上选辱世啊 好像就这样子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其实今天李树德 对自己的证词 我觉得我同意 刚刚讲的 应该这个连政署检察官 连政署里面有配置检察官 赶快约寻这个李树德啊 等他一回来 就赶快有两个调查局的人 站在那边 把他带去连政署啊 这样一讲 他在外国外就先打变化 那所以 可是他总得回来吧 其实小孩这边 可是我总觉得 其实啊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不管是刚刚讲的 这个所谓的 招标公告 跟这个讲餐条例 有违背 有违背的 然后这个之前 李树德有讲说 见了面 对不起 9月20号见面 9月23号开会 9月20号见面 跟9月23号开会之间 马英九有没有指示啊 一定有指示啊 一定有把李树德 叫去 我跟赵腾雄见了面 我们要怎么样 所以李树德才在会上 转称说 府里的高层 要求说 我们这个东西就不要再提了 搞不好见面 权力心不要再提了 李树德应该是在场的 也许他也在场 所以说一定有指示啊 他是着急人 他一定要在场 有沟通之后 一定有指示嘛 也许是9月20号当场指示 也许是会后指示 不管 但是至少有这个指示 那问题就出来了 就这个指示 那李树德就拿了这个指示 那马英九都脱不了关系 因为这样子不是李树德 自己一个人突然一觉醒来 原先 这个远雄讲说 千分之一的权力心 他自己讲说 不好看吧 这样至少要百分之一吧 百分之几吧 就第二天几 一个过一个月后 下一次的会议就讲说 这个就不要提了 第一个 另一个问题 刚刚提到 这个远雄 等下后姐会讲 很多各国的巨蛋 都是事实上是独立的 方便是疏散 而且方便 可是远雄 却把它跟商务 跟购物中心 跟商场盖在一起 可是有一点重点 大家过去已经提过了 原来的这个远雄 来招商 他免开发权力金 他有盈利权 有营运权力金 为什么 因为这个营运权力金 是商场营运 要挹注巨蛋的财物 付属事业 对 结果现在变成 当初后来把它决定 商场营运跟这个 这个巨蛋是切开了 结果商场的位置 跟巨蛋是合在一起的 该切开了不切开 该合在一起的不合在一起 所以远雄可以让商场 赚了钱 不用挹注到巨蛋 然后这个商场 却在巨蛋旁边吸收巨蛋 去看球赛或听演唱会的 这个观众 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从头到尾 这个B案的行情 不是感觉非常明显吗 既然这么明显 为什么我们检掉 从过去 刚刚尤一讲的 去年六月就已经 现在已经四月了 已经十个月了 好像都没有动作 这个动作 如果比照我们过去的 可不可以像 扮三亿男一样 赶快船啊 赶快就船啊 为什么扮三亿男 速度可以这么快 对不对 完全没有动作 每合适或其他案子 好像这么慢 而且如果说这次 这次由第一阶的公务员 出来单 再找一个余文出来的话 我觉得全国民众 一个都不会相信 你刚刚提到 其实他的附属事业 把它切开 不要去抑住 他的主场 大巨蛋的部分 这也是在 议约的过程当中 录音档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很关键的是 他们这个录音档 当中还说什么 说他们这个附属事业 就是影城啦 商场啦 未来他经营的事业怎么样 通通不用经过审核 你记不记得 你说不用他麻烦 对 因为他说他本来 配茶 要不然就变乙方 他说等鳄鸟跑出来再说 他最原始是说 要经过都发局同意之后 他才能够做 对 那结果呢 因为远雄一直很有意见嘛 他一直希望他们 能够自由发挥 自由发挥 其实我没想到李树德 竟然会说 用一个很烂的理由 他竟然说 如果我们事前审查的话 好像就是我们要 他说我们要帮他背书 然后说我们要扛责任 所以那个倒不如等人 什么呢 等他们之后 不管鸵鸟出来 鱷鱼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处罚他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同意他 拿掉这个条文 那你知道 最关键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同意他拿掉 你又让他放宽商业设施 你等于让他那个地方 可以有很无限大的经营潜力 因为台北是最精华的土地 那这个部分是让我们 赚了钱不用运助巨蛋 最重要是 你又不需要把你赚的钱 你看我们刚刚有估算嘛 你未来可能潜在货 一年可能有100亿 然后你又不需要去 运助在巨蛋上面 这到底哪里合理 其实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我再补充一点就好 大家记不记得了101 101的权利金收到现在为止 当初几年有亏有赚 最近几年开始赚 结果101的权利金 到现在已经200亿了 到现在200亿 我们再听一次 郑文龙律师手中 还有些资料 到底所谓除了零权利金 揭发马总统跟赵廷雄 已经瞧好这录音之外 为什么除了这个违法市政 他认为这个就是图例 这个就是弊案 而且应该要移送检调 应该立即有动作之外 他认为还有更大违反的部分 你先来听听看 当时在议约的过程当中 第三次的阶段 第三阶段 第三次议约当中 李树德怎么去转述 马跟赵已经瞧好 我们听听看 所以我们原来的条文 只是增加一个字 我想这里就是 一方已经什么什么 或半年都是叫变更 这是增加一个字 那我从来理解没有 我是一方还是没理解没有 没有 那我们这条是 然后就照本9月20号协商的一个结论 我自己讲的这个主要是 因为这是重大议题 所以我特别有这个 原创的董事长跟市长 请自见面 然后做一些这个 这个过程之后 大家有个共识 好 各位观众 逐智逐智 会听出这么关键 这是因为 廉政委员会在调查大巨蛋当中 郑文雄律 那么郑文龙律师 他一点一滴所听得出来 那郑律师 您所看到的 除了这个设计步伐之外 还有哪些设计步伐 而且更大的步伐 你指的是什么 其实那个 刚刚那个9月23的录音档 你就可以听得出来 前一经 其实他谈了另外一件事情 都市变更计划 对 所以说你签了 你就可以去申请 都市变更计划 那为什么要讲到 这个是重大议题 这个一开始 我在看那个和约条文 我一开始也觉得很纳闷 就是说 原来的公告 像那个第三条 点四 就是说 你这个远雄 你取得这个权力之后 BOT的权力之后 你这个资产 是规定 你不能 你只 不能去做什么处分 不能 转让或出租 但是后面 为什么改都可以 条文都可以 我在看就说 那眼熊是图什么 我想 他就在家买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 取得这个BOT的权力之后 十公顷的土地 在市中心 没错 那个十公顷的土地 要多少钱 我们现在一瓶的 地上全的公告拍卖 都只是地上全的 那是说天蚕变 一瓶就一百多 一瓶就一百多 四个去买房 一百多万 十公顷 它这个有将近三千 十公顷 关键三万瓶的土地 这样一算 三百亿以上超过的 土地的权力了 你当然提着这个土地 一标都这样 土地权力是都变的 顶多是一%的租金 一%要干嘛 一%是一%的土地租金 是cover地窖税 马总统有学法律 他有那么笨到说 这个涉及违法 市政这么清楚 他还胆敢做吗 太聪明才敢做这种事情 太聪明啊 那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他拿这个VOT 是拿你十公顷的市场 而且政华在哪里 算不用钱算过十年 然后那目的是什么 卖房子 他要卖什么 所以巨蛋你都不要 他都高兴的要死 我不要巨蛋 你就用一万个人 五千个人就好了 重要是旁边的商场 他为什么要盖大楼 你看他盖大楼 一个是办公大楼 两白了嘛 大巨蛋就是 眼熊要来卖房子嘛 所以他的所有 你去看他合约条 你都看懂了 他所有的依捏过程 就是替他量身定做 以后可以卖房子 然后你去看他 第一次的刘培生的 投资计划书里面 他就分两岸 他的办公室后面 就是商务性住宅 现在的旅馆 商务性住宅 然后那个官户 南路那一边不是 它旁边也是一个商场 你整个做商务 这边就是旅馆 松烟在这里 你说办公大楼 后面就是旅馆 旅馆 然后你看左边那个 影城 大巨蛋 现在没有影城了 对 确定板是没有影城 确定板是没有影城 那个一开始他的投资计划就叫做商务性住宅 所以他的一开始就是A版跟B版的财务规划 A版是我要卖房子 B版是我才要出租房子 那卖房子他的目的是说 你给我巨蛋 我一定亏钱 一年都亏了私益 你要让我做附属事业 BOT现在都有共同的模式 公共建设的人都做假的 房子 现在是后面要做商场 土利 然后远雄的土利是要卖房子 只是他现在有点被卡到了 就是说 市政我不敢一次给你 他分两阶段 房阶段是怎么样 他甚至里面的条文还写到说 你如果没有准我商场 当住宅使用 我合约就终止了 我不要给你装 条文是这样写 就是923之前 条文都还有写到说 你不让我装住宅 我不玩 条文都这样写 他的目的就是要买房子 所以 这一次923还讲到什么事情 要协助他去做都市变更 这个就是他这样的利润 13亿钱力金是小菜 那个大钱 这现在是大钱 然后你对照条文来看 你就看懂了 他在变什么梦 是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你们现在你们廉政委员会 包括就是说 你在查访的过程当中 说真的 也要给远雄发声的机会 也要给马总统发声的机会 也要给这一个 李树德 李树德说 我做的决定都是为了国家利益 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位置上了 不便对相关事情回应 其实 你们应该也要访谈他吧 你知道吗 你们应该查查他吧 我希望是访谈他了 但是我想他会不会来 我就不敢 我是觉得 对不对 其实远雄不错 你看那个赵远雄他讲什么 他这合约过程 他都说 我们这是来做公益事业的 就差一句话说 没有来做功德 是 做公益事业的 讲话做的都是 一头一头 来 欣雲大哥 我这样讲 当时在监察院的一个39项的缺失的纠正文 我看了以后 当时蚂蚁工委员 他现在也是连政委员之一 但是我觉得他能做到这个地步 其实我已经觉得不容易了 但是事实上当时放过了两件事 第一个 39项缺失里面 从来没有谈到说 我在招标的时候 有营运权利金 结果到了正式签约的时候 变成零营运权利金 这个地方没有提出任何的纠正 因为他没有听到那个录音吧 不不不 契约看得出来 坦白讲这是ABC 契约的ABC 这两本他也提 蚂蚁工 蚂蚁工一定要研读这两本 才能写得出这个39项的纠正文 本来要谈和过不了 他是过不了的关系 那我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提谈和 那我现在另外一个事情 我一定要陈述一下 整个这个三万坪的土地 台北市政府怎么来的呢 台北市政府用两个东西换来的 第一个就是世贸 我们叫世贸那个展览馆 其实二馆有一馆 最精华的土地 101旁边的土地 是拿来换这三万坪的土地之一 一部分 第二在举债 政府公债150亿 然后跟中央把这个事情 就是换地是跟中央换地 然后再加150亿发行市政府的公债 然后才有办法取得这三万坪的土地 现在还付利息 我们是这样弄来的 到现在为止利息还付得没完没了 那我要讲就是说 这三万坪目前的市价 大家有个概念 我用五百万一坪来算 绝对不为过嘛 1500亿 1500亿的价值的土地 让远雄去玩几年呢 各位看起来好像是50年 错了 70年 没有 也不是70年 没有年限 50年到了以后 把大巨蛋还给市政府 除此以外附属商业设施 才跟市政府协议租用的时间 看要租多久 那到时候再说了 所以就不是什么 50年60年70年 这是个开口合约的 没有在里面协议里面解释 对我说开口合约 后来被商业设施 怎么处理再说了 被监察运纠正的文理里面 载明得非常清楚 就是50年到期了以后 他附属商业设施 还可以市政府协议 继续营运下去 所以刚刚讲到说 律师讲到说 他要卖 当然啦 因为这是属于BOT案 他没有土地所有权 那他也不是设定地上权 所以基本上他要卖 是有困难 是有困难 但是我研判 付地上权50年的出售 但是我研判 他是要把 比如说 剩下45年 好 没关系 我这个什么 五星级饭店 我的商办 看有没有人愿意来 买这45年的 地上的金颐 地上的金颐 一次落地 跟那个金颤的不太一样 金颤兄 他跟我调查的七点一样 我们都从监察院 那39项开始的 那39项 我觉得马英九总统 不要找发言人了 你最好今天看完 明天出来开记者会 请你好好回答 说明一下 你明天在干嘛 民国93年9月20号 你密会赵腾雄 干了什么事情 你不要跟我讲没有嘛 你说他讲有了嘛 就93年9月20号 密会赵腾雄 把几十亿的 营运权金去掉 还要协助签约之后来变更 那时候密会 你们到底谈了什么 这第一个他说明 第二个刚才讲 那39项 其实我们从头来讲 本来来签约的 远鼎跟远雄这个公司 那时候讲了 九万六千坪 两家认定的是不一样 一家就是九万六千坪 里面包含停车场 周边附属设施 一家是没有的 一家远雄是知道说 没有我采用 这个容积率的计算不一样 我可以弄到十几万坪 那个时候就塞掉了一个 第二个 在那个会议当中 在那个纠缎里面 切割了一样东西 就是BOT的精神 我为什么让你盖三厂 就是因为你商场赚钱 可以来养蛋 你为什么要切割 就是商场赢亏 远雄去赚 巨蛋赢亏 市政府变成要自己负责 那纠缎里面 有提到这个东西 而这一个决策 是不是在93年9月20号以后 的协调会决策的 因为原来他要负担的 你就9月20号又变了很多东西 王弟你点出这一点 我想请教政文龙律师 你们现在不法的试证 如果是这么清楚 又是图例 又是一个认定是弊案 你们要移送检调 可是监察院那39项纠正 那些违法的部分 在我印象所及 通通没有办 通通没有办 你们怎么处理 我个人会建议说 应该要移送法办 移送法办 检调单位 看是该特征组的 该医检署的 这一块 那另外行政 有没有输失的部分 那行政输失去处理 那监察院的部分 纠正只是对市 他人也没有处理 所以对人的部分 可能监察院 连这个部分也要移送 这是我的建议 但是我的前提是 我们还是要通过 整个连政委大会通过 才算是 我要补充一下 让大家才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在意 这个案子 因为我刚讲过 1500亿市价的 三万匹的土地 如果我今天市政府 把它卖掉 得到1500亿 各位知道吗 年息一礼 50年 我们只有这个利息 就可以收入700多亿 我就可以收入700多亿 50年 1500亿 结果呢 现在你知道各位 我们给远雄 这样玩50年 我们市政府市库 才有多少吗 才有公告地价 年息一趴 公告地价的年息一趴 那我换算过了 50年大概市政府市库 收入大概五六十亿的 公告地价年息一趴的地租 大概这是唯一的 然后呢 如果超过一趴的部分 我们市政府 逼得帮他带电 因为他后来 又改成用促餐法 说他最多就是 付公告地价年息一趴 如果变成三趴的话 对不起 差距离两趴 我们市政府买单 所以就是在六十亿了 除此以外 我们市政府啊 在整个远雄里面 没有开发权力金 没有英语权力金 是零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我精算过 按照当时 这个马英九市长时期 签的那个约啊 包括大巨蛋 包括其他六万一千平 商业设施 随便把它算 因为我今天稍微查一下 附近的那个租金行情啊 随便把它算以后 发现远雄啊 经营50年 净利 我讲净利哦 大概可以拿到 八百到一千亿 五十年之内 他可以拿净利 八百到一千亿 而且大巨蛋本身啊 不要骗人了啦 我们的小巨蛋 我们市政府 自己在经营 每年赚一亿三千万 大巨蛋三百六十五天 他不用三百六十五天 我帮他换算过 因为我用小巨蛋的 租金来换算 因为这边是四万席的 换算了以后 他一年只要能够 出租八十到一百天 我给各位报告 五十年啊 不但他所有的造价 全部回来 还有利益 而且也就是说 小巨蛋还没有那么多的 附属商业设施 对 那大巨蛋本身 本身啊 五十年之内 如果说他只要一年 能够出租八十到一百天 他不但可以回 回他的造价的本 而且还有利益 也就是说 所有的附属设施 本身都是在赚钱 大巨蛋本身 至少自己自足 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竟然 老百姓拿不到半毛钱 这是非常痛心的事情 我觉得你看 非常非常痛心 所以有意 如果这种违法图利的市政 是这么明确的话 我不知道 你认为柯文哲 现在面临的形势是什么 你刚刚特别提到 现在在市府内部 有人刻意在引导 他做错误的决策 柯文哲现在面临 是什么形势 你给柯文哲建议是什么 还是你们今天 讲了半天到最后 还是会回到原点 有没有可能 因为远雄 你不知道 远雄的筹码 跟上方保健是什么 如果在未来 法律诉讼的过程当中 也许搞不好远雄 他是非常有胜算 那游宜怎么看 其实因为我们针对 这一段时间所看下来的 一个状况 我们是非常 就公民团体的角度 我们非常相信 市政府里面鬼还很多 对那前两 前几天又走了一个 现在目前已经 又高升到营店署去了 对因为像这些 护航过大巨蛋的 几乎都到中央去了 都升官了 对你看那个李夙德 那时候是财政局长 他后来变财政部长 然后现在当郑教授所所长 吴清姬那时候是 曾审委员会的副召集人 也是当时的教育局长 就是主导大巨蛋案的 其中另外一个人 他后来变教育部长 然后这个陈威仁 当然是曾审委员 然后后来 后来在 有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 大家没有注意过 是99年 郝龙斌连任之后 他的副市长是谁 就是陈威仁 对 为什么他会回来 盯场嘛 你郝龙斌 你现在连任 你大巨蛋 好像又搞好 所以郝龙斌连任以后 不到半年的时间 大巨蛋全部翻盘 都审通过 环瓶通过 然后建造发出来 然后开始动工 所以这些人 都到中央去 现在已经高升内政部长 对 然后或者像沈世宏 那时候护航 让树全部可以挖光 他变环保署署长 然后这个营建署署长 丁玉群 那时候护航让大巨蛋 通过都审的 后来变营建署署长 吴胜中那时候 护航让大巨蛋通过环瓶 他现在已经到 环保署飞行处 当处长去了 高文庭大家都知道 他已经请调了 现在也到营建署 去当一个组长 我觉得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为什么跟大巨蛋 有关的全部都升官 所以市政府里面 其实我相信 不止这些人 还有其他的人 一直在引导 柯市长 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因为我们今天 讲一个东西 就是你不需要耍花枪 今天柯市长 完全不需要耍花枪 我们只要单点切入 直接就一刀 一刀逼命了 就远雄违约嘛 所以其实我们有请 张胜贵律师 帮忙做一个法律的 基本分析 其实现在如果 我们跟他解约 就是会进入仲裁 依照现在的BOT合约 一定要进仲裁 那进仲裁的时候 其实依现在市政府 给远雄的这些条件 远雄没有任何 说不要的空间了 因为你今天 第一个 郝龙斌时期 给了先任前 给他181天的展研 然后柯市长上任之后 拖了三个月 又给他三个月的展研 所以加起来六个月 一共一年 然后今天如果进入仲裁 去判斗 因为是你自己 施工工程的延宕 这已经是确定 是违约的状态 我们去跟他打仲裁 只要我们好好的 小心的去选 不要遇到地雷的仲裁员 然后我们选一个 愿意认真 帮市政府打官司的 一个律师团队 对 这个仲裁要输 其实不简单 如果这么 你觉得赢的机会还是非常高 如果走向诉讼 对于市政府目前 来来为什么 郑文老你要拍开他的肩膀 为什么 你郑文老他怎样 走诉讼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鬼的点 你去看他的公告草约 没有仲裁 为什么签业变强制仲裁 对 你去看那个条文 这个台北市政府 如果远洋出状况 是不能够 在台湾里面说不能 这么大的一个出台事 我不能够够 连合约都已经有保障他了 只能协调 你不觉得这是 另外一个鬼在那里吗 对 我跟你这个 几百亿几千亿的合约 公告没有这样规定 签约说 我市政府 你出问题 我不能够够 是 你一直讲 重要我觉得大家好 这个是大问题 夹杂两个因素 你们继续在讨 因为台北市议会 现在在进行当中 那我们画面当中也看到 蔡英文 他因为由民讲中央 正式提名 他角逐2016的总统大选 那这场记者会 其实画面当中 你也看到 非常非常盛大 也在召开 如果八年的 马英九担任市长 所留下是被认为 市政这么清楚的弊案 这么多涉及到的 贪腐事件 这是台北市长的部分 马市长的八年 八年的马英九担任总统 可能留下什么样的灾难 台湾到底需不需要变天 需不需要政党轮替 那我非常感慨 昨天的台北市议会 因为昨天台北市议会 这16年来的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第一次 第一次学当 在野党的市议员 有戴希青 有利耿贵方 在唱歌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次担任台北 这个在野党的市议员 有人说 荒腔走板 我请教寇寇姐 我补充两个东西 给寇寇姐 你怎么看他们的表现 如果这个表现 过去在16年 你们可以发挥 淋漓尽致 有今天这种 回不去的状况吗 有今天的窘境吗 戴希青激动 直询科匹 网友灌报他的脸书 网友灌报他的脸书 咱们唱歌 厉耿贵方 你知道吗 他们说 你要唱 其实应该改唱别的歌 这什么歌 我等一下告诉你 这个情绪怎么看 你可以唱蔡依林的 我呸 OK 来来来 他有这首歌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厉耿贵方女士她唱那个 我都不要唱了 所以还黄眉调 就是说 国民党的这些艺人 我们也不宁愿听 唱舞演唱会 帮你唱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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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唱唱舞演唱会 这个有点就是说 很不可思议 就是说你连一个时代的潮流 都是用一种非常大的反差来表现 但是又没有创意 那只显示出你的这个政党的老化 那戴希青她为什么昨天会被批判 是因为她过去的问证是比较温和的 甚至于她上节目 我都没有看过她有那种比较这个标这个声音 或是标他的表情的演出 那这一次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登记要参选这个 立方委员是吧 没有啊 那另外一位是有嘛 那也是记者出身 只是昨天她让人家觉得突兀的是 你的行为跟你的言谈的这种画面感跟表达感 不始终如一 就是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觉得 昨天的国民党的这个台北市议员 好像沉睡的巨兽 突然要醒来了 可是突然醒来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初期要摔摔倒倒的状况 她是一下子爬起来的 所以一下又摔倒了 又睡着了 对啊 这个16年突然间全部都醒过来 一个主人16年突然要醒了 她也要有很多的这个附件呢什么的啊 所以我认为昨天的台北市议会的这个国民党团 我不知道这个党团呢 或是党 我们的党部当局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指示了 可是你没有一个强力的规划你知道 你没有一个对付柯文哲的方法 柯文哲是一个完全跳跃式思考 跟超越以前的政治人物的一个人 所以第一时间不是说把退回她那个什么 市政报告 然后人家收下来还乖乖的脸上没有表情 被你骂也就这样子 然后你问我什么 我就诚实答 结果呢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不是过关了 这一些廉政委会的这些专家们 你们好好的把这些写出来之后啊 就一个一个去面对马英九 第一个就是刚才蒂宇说的 陈以信你不要去那边耍嘴皮 你不要替这个耍赖皮的马英九 在前面做那个挡箭牌 你最后自己是 我告诉你万箭穿心的 第一个先叫他 明天开记者会 93年9月20号 你跟赵成熊吃了什么饭 而且你跟赵成熊只吃一次饭吗 只见一次面 他讲会议嘛 你只见一次面吗 从你一开始叫这个 这个李肃德做主台人 因为还有两个 还有去参加台式的大巨蛋 但是后来 这个大家还给他生日礼物 对 那你先说清楚讲明白嘛 什么叫巨蛋 马英九曾经说过 上一次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在中国时报访问 他不是说 我去过日本 去过大阪 去过什么美国 我这个刚刚去了东京大巨蛋 东京巨蛋回来 我看了想哭耶 做了捷运 捷运站告诉你 那是那是TOKYO DOM 走上去 走上去 人家现在正在擅长 我去的时候是下午 巨人队刚刚打完 然后另外一个队进去 所以正在擅长 各位 这是从捷运走出来正面 正在擅长 正在擅长 你看擅的 几万人擅得非常清楚 因为离刻到捷运 这个是前面 然后你看了会想哭 因为你转一个弯 就是一个森林 也不错 你这样一直查 我们优秀的 季国栋大哥 怎么选立委 还一查下去 你没有决定当的切割 你也随着补 慢慢拆开 我告诉你 现在国民党 现在国民党真惨 国民党的 现在既有的立法委员们 好多人 根本在民调上面 连明天五个白兵典都没有 你出现我习惯会说的 对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 朱立伦主席会不会选 我看不出有这个迹象 因为真的要选总统 好像不需要保密到这个程度 你知道吗 保密到 所以显然是一些 好像是说放话者 在吹口哨壮胆 王金平说不会让大家失望 王金平院长 他至少是养反待发的样子 那洪秀柱副院长 他更是所谓的 一无反顾 浩角响起 怎么可能保密这么周到 对一般的民众来说 其实不会特别关心他们 想要怎么样 真的 因为一般民众 其实最想要看到的是什么 就好啦 你们要选就出来选吧 选但你就告诉我们 你的牛肉是什么 你不要就是对我们来说 你看台湾现在的环境 第一个 高房价居住正义 你要解决吧 第二个 现在年轻人低薪制的状况 你总是要处理吧 第三个 现在台湾的经济贸易政策 到底要什么 你要不要FTA 然后你到底要不要去签 所谓的贸易协定 你总是要告诉大家吧 有很多事情都是 等待这些政策 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那些东西都不是 你打迷糊这样的东西 所以 助理要解决的 马英九八年总统任期 所以助理也好 或是猜伟也好 其实我们在看 就是看到时候你端出来的是什么 然后端出来的东西是 我们能信赖跟不能信赖的东西 谢谢